广告 嗨 各位母子智粉丝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副走編輯連世瑤 大家好 我是編輯安俊 那在今天早餐會報之前 我們要先跟大家說一聲 新年快樂 可以看到我們這次 有這麼豐盛的新年早餐 這次的早餐會報 一樣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2020年最後一個月 12月有什么样受到大家瞩目的新闻 Muzik Read News Top 5 其实呢12月 大家知道我们讲了很久的贝多芬年 终于他的250岁生日到了 表定是12月17号啦 但是也有可能是12月16号 17号是寿西日 那在这个贝多芬生日的附近呢 在一克咖啡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活动 让大家到处都可以看到贝多芬 对那我觉得这是台湾比较难得的 因为说实在本来全世界可能每个北人场馆 都有计划好说 啊贝多芬生日这天或是生日这周 一定要有什么样很盛大的活动 而且尤其到年末大家都想要唱那个合唱交响曲啊 对对可是因为今年 对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办法 但是台湾的话呢 我们的确有一些贝多芬的演出 那我觉得像咖啡店呢 他们特别挑选了贝多芬来当主题 我觉得抛出来之后呢反应很好 相信应该有很多粉丝们已经去过了 那如果你还没有去过的话呢 也可以赶快抓紧时间 因为听说他们这个主题合作目前是到1月底 所以没有去过的话可以再赶快去一下 而且里面的那些插画都是由之前我们Muzik的专栏插画家梅森林所画的 我自己有去啦 其实你会觉得他画的那些东西是很有趣味的 尤其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张就是贝多芬提着垃圾在追垃圾 给爱丽丝那一张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很值得大家去看一下的地方 不过唯一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因为这个一颗咖啡它开的时间比较特别 如果您要下班之后去是看不到的 它就是只有开白天而已 千万要注意一下他们的粉丝页上面公布的时间 第四个新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可以说是美国第一个受到国际注目的女性小提琴家 她日前过世了 对她是Camilla Wicks 她让我觉得很感人的地方是 她那时候有点像是想要冲破天花板 因为那时候毕竟主要的小提琴家在台面上都是男性 那她是以女性之姿冲破了这个 那时候比较可惜的是 因为那时候还是比较男性霸权当道 她的录音真的很少 录音是录音 可是最近其实开始有挖出一些 她以前的广播录音 就是她跟广播乐团合作 或是说跟她现场的音乐会的录音 我那时候有特别去找了一首曲子来听 就是西贝流氏的小提琴协奏曲 这是她的名著 没错 而且因为西贝流氏曾经当面的称赞过她说 哇 只有你可以演出我这个小提琴协奏曲的真髓 那我也建议大家 因为现在很好找 你可以直接去找看看 我那时候听真的是金皮疙瘩掉满屁 当时她其实之所以淡出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她生了五个孩子 所以她回去照顾家庭了 对 然后就以教学为主了这样子 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呢 是管乐器现在吹奏的时候 会不会是新冠疫情危险的一个感染源呢 这个东西呢其实就目前的研究来讲如果是讲飞沫传染的话 这些管乐器其实最长的距离大概最多最多就是1.5公尺到2公尺之内就会渐渐的消下来了 但是呢说实话啦以平常乐团演奏的距离来讲1.5到2公尺大概是没有办法保持的 所以如果说以管弦乐团上台的话还是需要特别适合线需要把距离拉长一点 对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最近有很多这样的研究 因为大家都很好奇到底管弦乐团里面 尤其是管乐器的成员他们到底有没有传播的风险 那目前看起来基本上每个研究都是倾向是没有 因为乐团跟观众实在是离太远了 尤其像是古典音乐会的话他们都是有一定的距离 他们不会有这样的风险 所以这是这样子的研究的结果 对 关于这个新闻后来安俊悠在Muziq上面在上一篇 关于气溶胶的研究 那个是比较突破性的 因为目前比较没有研究去探讨气溶胶的部分 那如果用气溶胶是用小颗粒来研究的话 结果又会不一样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READ上面去看一看 Top 2要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Muziq也感同身受的一个行温 就是表演艺术30 PAR他们也宣布明年开始要变成 双月刊的行识了 对 那这个新闻我觉得那时候 点阅率很高嘛 因为我们粉丝朋友们也有经历过 那个纸本消逝的时候 对 那当然怕他目前不是直接 停止纸本的发行 他们只会把它变成双月刊的发行 在里面两天面总监刘依如的那封信里面 他其实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他是希望每一本杂志呢 就像一个纸上的展览 因为目前我们在录影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看到新一人一起 PAR杂志 那不知道到时候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展现给我们大家 那我们也很期待 最后一个 Google终于也加入了声音搜寻 或者说是唱歌搜寻的这个行列 只要在他们的搜寻系统里面 问他说比如说用中文 这是什么歌 或者是用英文 What's the song 之类的 他大概有20多种语言 目前都可以支援 你只要对着他唱歌 Google就会帮你找 这个是哪一首曲子 是基于他们说是他们巨大的资料库 跟演算法的功劳 另外一个优势是 因为现在Google普及率很高了 那不像我们平常用的 比如说SoundHound 或者是Shazen之类的 你需要再装一个APP Google你就直接开它搜寻系统 就可以了 好那这是2020年12月 最后一个月 大家关心的新闻 不过呢 这一次我们还找了2020年整年度 大家关心的新闻 Music Read 2020 Top 10 好2020年的前十大新闻呢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标题 可能就会发现说 诶怎么好像就是都跟疫情有些关系 这个其实不管是哪个新闻网站 应该都是这样的结果 我们稍微看了一下 那其实我们当然不会逐条去跟大家讲 这十条里面呢 跟疫情有直接关系的就有五个 比如说像是木特他确诊 我觉得木特确诊 可能算是五点音乐家里面比较早的 所以大家就很关心 还有比如说有一些 钢山这场音乐厅的社交距离妙册 关于疫情的因应对策 或是说大都会歌剧院解散员工 停工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疫情 基本上真的是笼罩的整年 只要有疫情的新闻呢 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关心 那这是里面大概有五个新闻 都是跟疫情直接有关的 那再来还有两个新闻 我觉得是稍微有点的关系 有一个是在讲管乐演奏者的呼吸道感染比率比较高 那这个新闻很有趣 因为是三月的时候 我们找到了一则新闻 那个检究其实针对的并不是疫情 只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看起来好像 对让那个研究都突然飙高 这样子就大家就说 哇管乐演奏者很容易感染呼吸道的疾病啊等等 那其实后来那个研究 我们认真看发现说它其实重点是 就是要管乐演奏者好好的去清理你的乐器 预防重于治疗啊 不要让你的口水寄在里面啊等等 那还有另外一个新闻有趣的是 年轻人开始听古典乐 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有点相关 那可能也没有 就是它有可能是一个趋势 因为它的这个记录统计是从去年开始的 对那年轻人开始听古典乐的比率有增加 那因为它一直统计到今年的六月 所以其实你就会觉得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让很多人没办法出去听音乐 那他们可能在家里听的时候 就反而会开始接触一些 你听不到音乐的内容 就是你平常不会再听的东西等等 这也是有可能的 疫情的新闻笼罩之下呢 还有另外几个 稍微跟疫情没有关系 比较不疫情的新闻 对像是Top10寄生上流里面呢 它使用韩德尔的歌剧涌碳调 那还有另外一个新闻 我觉得是比较 现在看起来就觉得有点可惜的 肖邦大赛的预选轮 有公布名单 然后有九位台湾的年轻钢琴家入选 那我觉得这是蛮令人振奋的啦 不过那时候公布之后没过几天 他就说我们会延赛 本来是要延到去年的九月十月 但是现在就要延到今年的九月十月 但是也不知道到底会真的必要 没人知道 但是我们还是很期待 因为肖邦钢琴大赛官方是说 这个预选轮名单就不会动了 那其实这九位台湾钢琴家 他也是有参赛资格的 那还有一则新闻呢 我们看到他上榜的时候 觉得蛮开心的 也蛮意外的 因为他其实是我们之前母记 最后一本直本月刊 做了一个如何听场音乐会 那里面其实有一篇就是在讲 选位这件事情 其实他不太像新闻 只是因为我们在一月的时候 有把这个全文po到我们的网站上 然后呢 他就是每个月有一个很固定的浏览率 对 因为其实我们也没有很特别去推这篇文章 说大家来看哦 选位哦这样 所以我觉得选位这门学问 可能都是很多人 今天想要去听音乐会的时候 就会想要说 我到底要坐哪个位置 可能他就是透过搜寻情啊等等方式 连到我们这篇文章了 所以让这篇文章就默默的登上了Top 2 最后的Top 1呢 我觉得这则新闻 当然也可以说跟疫情有关 不用熬夜啦 柏林爱乐厅数位音乐厅 免费开放全球账号的30日兑换券 开放的时候 哇 大家疯传 每个人都跑去申请一个账号 那个时候一方面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而且那时候也几乎都没有任何表演 那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数位音乐厅来去听音乐会 然后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天团的魅力 我记得当年拉图说 之所以做这个数位音乐厅 有很大的程度是受到台湾的乐迷的鼓励 没错 他就是来台湾看到很多人都在两庭院的广场 看他们的转播 才知道说原来很多人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接触到他们的音乐会 而且他们是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听音乐会的 所以他们回去才见了这个数位音乐厅 这就是2020年的Top10新闻 2020真的是一个大家很想要港海度过的一年 2021年现在到了 那我们也很期望说 2020的这些很糟糕的情况可以赶快过去 那就希望我们明年再回顾今年的新闻的时候 不会这么的充满的酬云残酷的感觉了吧 日子还是要过啦 不管它变得怎么样 相对来说就是台湾的情况目前还好 可是表义界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呢 其实已经形成一个很巨大的挑战 尤其是对于欧美音乐界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就希望2021年能继续在我们的网站上 或在我们社区媒体上跟大家相见 那么早餐汇报下次再见咯 拜拜 今天早餐汇报大家还喜欢吗 喜欢的话 麻烦帮我们按个赞或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理解的话呢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么最后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 母帝早餐汇报下次再见